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監視談 我是艾楚怡 5月29號到6月3號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 應邀出席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 並訪問新加坡 本屆的相會 有來自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防務以及安全機構的 550名代表參加 董軍將會圍繞中國的全球安全觀做大會的發言 董軍的發言將表達怎樣的中國態度 此前 美國五角大樓單方面的公布 美國的防長奧斯汀出席相會期間將和董軍會晤 這將是兩年來中美防長的首次會面 有哪些看點 雙方又能談出什麼成果 另外一邊 解放軍對台軍演剛剛結束 美國海軍就宣布舉辦2024年度環太平洋軍演 據悉 此次的環太軍演將會有29個國家參加 兵力將會超過2.5萬人 規模創下實兵演訓的記錄 有台灣媒體宣稱 美國宣布舉辦環太平洋軍演是為了回應解放軍的圍倒軍演 那麼美軍的環太軍演是在針對中國嗎 相關話題 今天邀請到軍事專家曹維東先生做分析和解讀 先來通過新聞短片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5月29日到6月3日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應邀出席 第21屆相格里拉對話並訪問新加坡 今年相會將於5月31日到6月2日在新加坡相格里拉酒店舉行 董軍部長在相格里拉對話上將圍繞中國的全球安全觀做大會發言 並會見有關國家代表團團長 訪新期間 董軍部長將與新政府和防務部門領導人舉行會見 會談 美國五角大樓此前公布 美國防長奧斯汀出席相格里拉對話期間將和董軍會晤 今年4月16日 董軍應約同奧斯汀視頻通話 這是中美援手去年11月舊金山會晤之後 兩國防長首次溝通對話 中國國防部的部長董軍將會參與這次的相格里拉論壇 並且對新加坡進行一個訪問 我們看到在訪新期間 董軍部長將會和新加坡的政府包括防務的領導進行一個會面跟會談 現在也正值新加坡新任的總理上任 您覺得這次訪問新加坡會進行哪些議題的討論呢 中心兩國的關係要進一步的發展和推進 還有一個就是中心兩軍的關係要進一步的發展和推進 因為我們知道新加坡這個國家它和美國的關係非常好 因為這個美國在新加坡的張藝基地 那是駐泊航母的可以保障航母的這個就是維修保障 而且它那個位置是把這馬六甲海峽 所以非常的重要 但是新加坡跟我們中國的關係也很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 就是我們本著不衝突不對抗整個的這種發展關係平等互利 我想這個董軍防長他在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可以增進 特別是兩國兩軍間的友好的關係 推動這種就是相互的信任和這種就是維護地區和平的作用 新加坡是東盟的成員也被稱為是東盟的大腦 那中國的訪長訪問新加坡 您覺得對於穩定中國跟東盟之間的關係有這樣的意義呢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也介紹了 新加坡和美國的關係很好 和中國的關係也很好 而我們看到的美國呢 他在就是推行的印太戰略或者亞太戰略中呢 他還秉持著就是冷戰思維大國對抗 這樣呢就給其他的國家 包括東南亞的很多的國家 或者東盟的國家就帶來一個麻煩 就是美國要求他們選邊站 而新加坡呢在這方面啊 我可以說這個做的相當的好 因為這個他不選邊站 他在中美之間都保持了一個良好的關係 那既然新加坡可以和美國保持很好的關係 也可以跟中國保持很好的關係 那東盟的其他國家也可以就是仿效 或者是這樣做呀 那不要選邊站 不要參加這種軍事上的對抗 這樣的話呢是有利於地區的和平有穩定 還有一點呢就是加強東盟的這個團結協作 減少意外的干擾 因為我們跟這個馬來西亞呀還有印尼呀 那這些包括海軍呢或者軍隊的一些官員 在談判的時候或者是在交談的時候 他們也流露出這種思想 說中美兩個國家呀都是大國 你們在這個區域裡邊發生衝突的時候呢 就像兩個大象在房子裡邊打架 那我們就是這個房子的裡邊的這些家具呀 就會被破壞掉 我們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現象 對東盟這些國家而言呢就是東盟或者南海的區域的事物呢 由相關的國家協商解決 不要把域外的軍事力量拉進來 所以中國呢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是積極的推進 就是地區的國家來維護地區的和平 董軍部長呢會在這次的香港里拉論壇上 就中國的全球安全觀做大會的發言 您覺得這番發言會傳遞怎樣中國的態度 首先呢這個中國的全球觀就安全觀 那就是要對全球的安全局勢做出一個判斷 而這種判斷呢應該說各個國家呢應該是相似的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全球的這個安全呢並不好 比如說在歐洲啊 那俄乌衝突已經打到第三年了 那現在這個戰爭還在延續 而且是在可以說進一步的這個升級啊 那情況不好 再有一個呢就是巴以衝突呢時間也很長了 軍事上的外溢之後呢整個導致中東的局勢啊 更加不安 包括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 紅海方向啊 都有此引發了就是這個安全上的問題 那形勢大家做出判斷可能是一致的 但是在就是問題的發生的原因上 那是截然不同的 或者是說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上 那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說這個俄乌衝突應該怎麼解決 那中國就是說在戰爭的問題上應該釜底抽薪啊 應該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 但有些國家它是暴心救火或上郊遊啊 包括在這個南海的問題上啊 也是有一些看法認識不同 這個可能董軍部長就要在這闡述 中國在就是認為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解決的方式是什麼 另外我們看到在24號啊 美國是單方面的宣布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會在相會期間同董軍進行一個會面 而且就在當天奧斯汀還在接受相關手術的一個後續的治療 現在外界就非常的關注啊 認為這將是中美兩軍重啟溝通的最新一步 兩國的防長進行會面 您覺得意義您怎麼來解讀 因為我們講呢就是這個兩軍的關係啊 是兩國關係的晴雨表 這個兩國的關係好或者壞 它實際上最先就是從兩軍的關係啊 就是顯露出來的 中美關係也不例外 就是當這個兩軍的關係啊 惡化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前兆 實際上兩國的關係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那我們看在前段時間呢就是兩國的防長在線下 還沒有進行過這種會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美兩軍的關係並不好啊 那在現在呢就是通過前段時間的線上的會晤之後呢 可以說打了下一個基礎 進行了一定的溝通 才有了這次就是線下的啊 雙方的面對面的會談 因為上次呢這個兩國的防長是在招待會上握了一下手 是禮節性的 而這次呢是正式的這個會談 所以我覺得呢既然能夠進行線下的面對面的會談 說明呢雙方都有這個意願就是推進兩軍的關係 推進兩國的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 就是通過談判溝通來解決雙方的分歧和矛盾 而要控制啊就是這個對抗來減少這種正面的這個衝突 兩國的防長具體會談些什麼 談的時候氛圍如何 我相信都是外界非常關注的 您覺得雙方具體會聚焦在哪些議題上 又有可能會談出什麼樣的成果呢 因為這次會談是兩國的防長 防長嘛肯定要談軍事上的問題 那軍事上的問題呢 無外乎就是首先中國它的這種安全觀 主要是圍繞著自己的 或者是區域的國家安全觀 而不像美國 它是把這個軍事力量進行全球的部署 前沿的部署 它是要威懾到其他國家的安全的 要美國成為一個霸主的領導者的地位 這是雙方啊在軍事戰略上的不同 那既然戰略的不同啊 就導致可能在具體的交往中 還有就是在具體的接觸中 可能就會發生衝突和矛盾 因為美國總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領導者自居 那這個美國還是要闡述它的觀點 因為美國它要推行自己的軍事戰略的時候呢 它是前沿部署的 既然你前沿部署就是把自己的軍艦飛機 都派到別人的家門口去 但是它要求的呢 是所謂的航行自由 而中國呢秉持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不衝突 不對抗 要相互的尊重 這就帶來矛盾了 美國總是把軍艦軍機派到你的跟前來 它還要求航行自由 那中國如果是允許其他國家的軍機軍艦 總是在自己的家門口抵近偵察 那還叫一個大國嗎 那還有自己的安全嗎 所以中國一定要闡述自己的觀點 就是你的航行飛行都是自由的 但是你不能對我構成威脅 所以呢這個可能是中美啊 這個防長在這個會談中 就是面臨的啊 要相互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溝通 其次就是美國呢 由於它是一個軍事上的大國 由於它是把這個軍力廣泛的部署 全面的部署 這又帶來問題了 就是區域的安全啊 除了中國的自身的安全以外 還要考慮到區域安全 因為美國的這個戰略 它現在是印台戰略 那中國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啊 就是發展的問題啊 和這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問題啊 那在這個地區的問題上 我們怎麼辦呢 這個可能也是雙方要討論的問題 就比如說在太平洋 到底能不能容納得下中美兩個國家 還有就是在印度洋 因為我們要到印度洋這個方向去進行這種 比如說護航的行動啊 或者一些這個人道主義救援的行動啊 那這個軍事力量就成常態化的啊 這種趨勢向印度洋進行部署 但是這種部署是沒有威脅到其他國家安全 但是美國呢 要對中國的這種行動進行圍堵啊 所以這又帶來問題了 所以這就是中美方向要談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台獨分裂勢力啊 它現在這個有的這個就是當局的 這個台灣當局的新的領導人 就這眼說中很明顯的是向分裂的方向發展呢 那這是中國的內政啊 而且前段時間這個美國的這個國務院的發言人 就對我們東部戰區進行的演習啊 就是聯合利益2024A 就是說你應該控制啊 不應該用軍事演習的這種方式啊 來對待台灣地區 但是我們外交部的發言人 講的也很明確啊 台灣事務和中國的演習 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輪不到美國 說三道四 我想這個話呢 到這個美國的防長時候呢 他會從一個軍人的角度 或一個軍方的角度來闡明美國的觀點 就是美國的軍力在這裡邊進行部署的時候 哎 中方不應該對美國的軍艦啊 就是構成相應的威脅 但是我想在這個問題上啊 中方的這個軍隊的領導人也會表明相應的態度 就是一旦兩岸發生衝突的時候啊 軍事衝突我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 但是一旦發生衝突的時候 希望美國的軍艦戰機離得遠一點 因為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輪不到美國啊 軍力來干涉 所以我想呢 也會把這個態度 或者是這樣的這個行為準則告訴美方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在中美兩國防長啊 可能在就是面對面的溝通的時候 所要談及的問題 是台灣問題是我們的核心關切 也是我們的底線啊 那有關南海的問題 您覺得中美防長會進行一個怎樣的交鋒 因為了解到菲律賓的總統馬克斯 也有可能會在相會上做一個發言 因為我認為呢 就是這個問題一定會成為啊 就雙方討論的一個重點問題 因為美國呀 他的就是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曾經就是在相會上第一次談出來 就是在南海的問題上 美國有利益 因為在此之前呢 美國呀 就是對南海周邊的國家 島嶼主權爭端呢 海上化解爭端呢 美國是不表態的啊 就是你們愛怎麼爭怎麼打 美國不表態 從希拉里克林頓啊 他這個國務卿參加了相會的時候 明確表態 美國在南海有利益啊 他自己從那以後 美國就更多的插手南海的事務 而且是用軍事力量插手南海的事務 比如說把更多的軍艦 軍機派到這個區域裡邊來 在這個區域裡邊 就是增設更多的軍事基地 所以這樣呢 就使得南海的局勢更為複雜 而我們看到本來呢 為了維護南海局勢的和平穩定 中國和南海周邊的國家 相繼簽訂了南海各國宣言和南海各國行為準則的框架協議 本來是把南海的這個局勢穩定下來的 但是美國在菲律賓 駐紮了更多的軍事基地 從五個增加到了九個 部署了更多的這種就是軍事裝備 比如說敵風系統 而且還搞了更多的演習 這樣就把南海的軍事交起來了 那既然在香格里拉峰會上是一個多邊的講台 那我們就要闡述中國的觀點 因為這個在南海的問題上 中國希望就是南海的這些問題 由南海周邊的國家去解決 而且是通過談判的方式去解決 而不希望域外的勢力過多的干預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它仍然是要插手的 仍然是要干預的 它的理由就是我在這裡有利益 我要在這裡航行自由 而事實上美國的飛機軍艦在這裡 航行是有充分自由的 但是你要用自己的飛機軍艦 威脅其他國家的就是利益 或者是說安全的話 那中國是對美國的這些軍機軍艦 要進行按照相關的法律 警告驅離或者是跟踪監視的 所以這個很有可能是未來 中美在南海方向發生摩擦 或者衝突的一個原因 好 謝謝曹先生點評分析 下集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解放軍對台軍演之後 美軍宣布舉行2024年度 環太平洋軍演 美軍的環太軍演是在針對中國嗎 台灣會不會參加 又以何種形式參加 引起各方的關注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一會見 新聞記事壇歡迎您回來 美國海軍宣布2024年環太平洋軍演 將於6月26日到8月2日於夏威夷舉行 規模將創下 十兵演訓的記錄 6月26日至8月2日 環太平洋2024聯合軍演 將在夏威夷及其周邊海空域進行 環太平洋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 多國海上聯合軍演 據美國海軍介紹 今年環太的主題是 夥伴融合備戰 本屆軍演預計有29個國家 包括40艘水面艦艇 3艘潛艇 14國陸軍部隊 150多架飛機和超過25000名人員參加 參演的近半數國家來自印太地區 包括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澳大利亞等 歐洲的比利時 義大利 以及南美洲的巴西 為本屆首度參演的新成員 有消息指 美軍第三艦隊司令 將擔任此次演習的聯合特遣部隊司令 但沒有提供將舉行哪些演習的具體信息 美國聯合29個國家 一起參與2024年度的環太平洋軍演 剛剛也介紹到了 預計會有2.5萬人參與其中 有關這次演習的規模包括內容 您怎麼來看 這樣啊 就是美國環太軍演呢 它首先是一個冷戰的產物 一直延續至今啊 那從這個時間來講呢 它還是按照以往的時間 就是6月份到8月份啊 這個時間節點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就是這個時間節點上 那作為區域呢 它也是啊 所謂環太平洋嘛 還是在太平洋啊 這個區域裡邊進行 特別是在美國的這個相關的軍事基地的附近 比如說夏威夷啊 關島啊 包括這個日本方向啊 它在這個區域裡邊 進行相關的這個演習 這是地點 那演習規模呢 有一些變化 就是越搞越大了 你看這個規模參加的國家也多 參加的這些官兵數量也多 而且呢 這個艦艇啊 飛機啊 這些武器裝備啊 現在還加進了陸軍了 本來環太軍演 主要是海軍的啊 現在就是部分的這個陸戰隊啊 還有這個陸軍的人員也在參加 所以這個兵員的規模很大 我們再看它的演習科目 按照美國以往的就是演習科目 它分為兩大類 一類呢 就是和它的軍事盟友啊 因為他們的這些武器裝備呢 是比較先進的 比如說它的軍艦 噸位很大 包括航空母艦 而且還有就是像核潛艇啊 還有就是像 比如說萬噸級的導彈驅逐艦呢 它的防空反導能力很強的 而一般的國家 是不具備這些武器裝備的 包括這個信息化的數據鏈 這只有美國的盟友 或者北約的部隊 它是用相同的數據鏈和情報 收集系統 所以它會分成兩部分 就是跟這些夥伴國 或者一般的這個參加的 就是來參加的這個國家呢 不是軍事盟友的 搞一些相對比較簡單的科目 比如說搜錢 登林檢查 這樣的簡單的科目 而和它的這些就是 比較密切的軍事盟友呢 搞比較複雜的 或者是難度比較大的 這種科目 比如說搜錢 防空反導 或者是檢驗一下新型的武器裝備 比如說無人的艦艇 飛機或者其他的新型的裝備 檢驗它的效果 相關的武器裝備性配合 那這樣呢就分成了兩大部分 而且這個指揮人員 它也有講究 就是以美國為主導 但有的時候呢 會把這個副指揮官呢 給日本啊 或者是這個加拿大呀 這樣的國家 就是你們出個副指揮官 好像也是給你分配點權利吧 這個呢 是他演習的一些具體科目 而你通過這些演習的科目 就可以看出意圖了 因為你防空反導 這樣的科目 這是和一個軍事強國 或者是大國來對抗的 因為他們曾經啊 拍過一部影片 叫做《抄襲戰線》 當時就說 我們搞環代軍演 我們美國加上盟友的軍事力量很強 在地球上是沒有對手的 他打的是外星人 當時這個片子 是為了美國的招兵廣告拍出來的 但是你可以看出它的意圖 就是說美國打遍天下無敵手 那個時候拍這個片子的時候 就是現在的對手唯一是外星人 那現在我們再看它的意圖是什麼呢 它在這個環代軍演中 因為我說它是從冷戰 延續下來的一個產物 它曾經邀請過俄羅斯海軍參加 後來看俄羅斯跟它不對付 就把它踢出去了 又把中國拉進來說你也參加 我們的西安艦我印象裡是參加過的 還有這個主炮的射擊啊 還有一些就是遠淺 就是比如說這個落水了之後 去救生這樣的演習 但後來看跟中國也談不攏 又把中國踢出去了 不再邀請中俄兩個國家參加了 所以這次啊 國家挺多的吧 但是呢 中俄這兩個國家 可是環太平洋的大國呀 都不邀請 那你這個不邀請 你又進行反導的訓練 你又進行反艦的訓練 誰有導彈 誰有這種先進的戰艦 那只有大國呀 那你這個搞大國對抗的意圖 不就表露得一清二楚了嗎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點呢 就是我們看到我們解放軍的這個 聯合力艦2024A的圍台島演習 是剛剛結束 美軍就宣布要進行本年度的 環太平洋的軍演 台灣的媒體就在渲染說 這是對我們解放軍軍演的一個回應 您覺得美國是在這方面建制中國嗎 其實這個我們 就是聯合力艦2024A 這個演習是針對 台獨分裂勢力的 這個非常明確 但是你說現在這個 今年的2024 美國主導的環太軍演 就是針對中國的 我認為不全面 因為它針對中國的意圖 只是其中之一 不是全部 不是不是不是唯一 那這個因為我剛才講了 俄羅斯呢 不是也是環太的這個大國嗎 你不是也沒有要 就是邀請俄羅斯參加嗎 那你這個意圖沒有對俄羅斯的意圖嗎 僅僅是對著中國嗎 僅僅是對著這個 就是中國搞的這個演習嗎 不是的 它還是要秉持大國對抗 只要是跟美國認為的 所謂的潛在對手 那都是它演習的 要攻擊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呢 它這個演習主要的主導思想 就是要搞大國對抗 這次軍演之前啊 還傳出來說 美國有可能會邀請台灣參入其中 但是這個消息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美國這些小動作 您怎麼來看 美國有沒有可能邀請台灣 台灣又會不會參加 以什麼樣的形式參加呢 首先我們說呢 這個美國是有一部分人 是想邀請台灣地區的海軍 來參加這樣的演習的 因為這樣可以製造兩岸之間的矛盾 可以向台獨分裂勢力傳遞錯誤信息 但是這個決定它很難實施 為什麼呢 一旦它邀請台灣地區的海軍 參加到環太軍演裡邊來 那麼二十多個國家裡邊 可以說都是和中國 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的 那有些國家就要考慮 台灣它不能代表中國 會因為和台灣的海軍一塊聯合演習 導致就是這個國家 就參加這個聯演的國家 和中國的關係的惡化 特別是軍事兩軍關係的這種惡化 那人家可能就要退出來了 就是你邀請了一個台灣之後 可能有十幾個國家 要退出你這個演習 那你得不償失啊 所以這個是它要考慮的一個因素 再有一個 如果把台灣的這個海軍 拉進去的話 那麼對這個演習的規模 不但不能夠增加 可能這個負面的效應 還要增加啊 就是因為很多的國家 可能因此而退出 而且可能產生更多的矛盾 對未來再搞這樣的演習很不利 所以它也無法實施 因此呢 就是這樣的就是想法或者設想 我想一定有 因為它有些人想這麼幹呢 那但是你這個總 就是總體設計或者總體思考之後 它會覺得得不償失 無法這樣實施 所以呢 它即使是向台當局發出了邀請 但是呢 實際上在落實的時候 最後也沒辦法落實 好 非常感謝曹先生帶來點評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記事談 再會